小姐 这人是谁啊 怎么会从你房间里飞出来的 云木摇了摇头不认识 不过看样子还是个美人胚子 除了段浩轩 谁还能干出这种毫无连向西域的事来 果然是毫无人情味的人间羞龙 这得用多少层内力才能把人先飞啊 而且还飞这么远 得一个女人都能毫不犹豫地出手 太吓人了 走 去看看 小姐 这人不会死了吧 云木听她这么一说 自己连忙上前查看 小姐 怎么样 她死了吗 没有 没什么大碍 装机过猛 一时晕过去 小姐 这人好像不是咱府上的人 要不要找几个人争去乱坟岗 像这种想爬男人床的女人 翠宁那是恨得死死的 特别是想抢她小姐夫君的人 小姐 这女的衣服怎么和大小姐的一模一样 您看这流仙裙 正是当时裁缝给你们做的除夕宴会服 奴婢清楚地记得 当时做了三套一样的衣服 只是颜色不一 您的和二小姐的都穿过了 只有大小姐衣服发到手后 上山忏悔没有穿 你确定是大小姐的 奴婢确定 当时还是我从裁缝手中接过来 给她拿去的 这就好办了 去找几个人来 把这女人送到新灵院 好的 小姐 怎么了 是不是累了 夫君 这是 不管她 你累了 先进去休息 你怎么了 刚才怎么站不稳了 是不是身体又哪里不舒服 我没事 应该是蹲太久了 骑得猛了些 老太太找你有什么事 是不是和今日你罚 云府上流瓶钟有关 你不是睡了吗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 你就说我猜的对不对吧 那你先告诉我 刚才这屋里发生了什么 我听你的话称睡觉呢 突然听到声响 刚一睁眼 就见一个面生的女人 衣衫不整地出现在床边 我以为是个刺客 就把她摔飞了 好一个云星啊 竟然还在想方设法的算计 不会是云木找上门了吧 也不知道秋双的丫头成功了没有 小姐 不会是三小姐找来了吧 要不要开门啊 当然要开 你家小姐 可是有保命符的人 怕她坐身 大胆 半夜三更竟敢敲门 打扰我家小姐休息 翠妮 你什么意思啊 这人谁啊 就往我家小姐房里抬 我奉我家小姐之命 把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抬来心灵院还给大小姐 麻烦你让一下 三小姐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人我们又不认识 抬来我心灵院做什么 是吗 大小姐确定不认识 本小姐说不认识就不认识 谁给你的胆 一个下人敢怀疑本小姐 好 既然大小姐不认识 那就打扰了 你们俩 把这个女人扔到乱坟岗去 慢着 翠妮你一个婢女 谁给你的胆子 随便把人扔进乱坟岗 大小姐难道又认识了 少在这里顶嘴 人放下赶紧给我滚 小姐 凶爽不会死了吧 只是晕过去 要是真死了 那会更好 她可以趁机到皇后那里添油加醋一番 还可以编织谣言散播 让云木他们也尝一尝唾沫的滋味 于姑姑 翠妮 我问你 三小姐 是不是还没和王爷同房啊 于姑姑 翠妮身为小姐的贴身婢女 承蒙小姐信任 对于小姐 翠妮不敢妄言 你这丫头 看来三小姐没有白疼你 是老夫人让我来问的 你不说我也知道 今晚三小姐在雅春院 老太太发现 她的公纱织竟然还在 所以老太太 让我给三小姐送一本宝藏书 你别打开了 里面有老夫人给的信 为什么刚刚在雅春院 老夫人不直接给小姐 还要这么麻烦啊 刚刚你不是还说 主子的事少打听吗 这么快就忘了 哦哦 催您犯糊涂了 于姑姑莫怪 好了 回去吧 别让三小姐等急了 其实是云老夫人 以为云木年龄小 不懂夫妻之理 让她找本册子送给云木 毕竟云木没有娘亲 没人跟她说这些事 小姐 小姐您睡着了吗 老夫人有东西要给您 顿浩轩一脸无语 在这云相符里 想好好睡个觉 咋就这么难呢 催妮 那女人送去新莲院了 小姐放心 已经送到大小姐的院子了 唉 祖母要给我什么呀 就不能明天再给吗 奴婢也不知道 只听于姑姑说是一本宝藏 给 有王爷在不用手艳 你快先回去睡吧 是 云木关上房门 心想祖母给的宝藏 难道是一本宝藏图 迫不及待地想看看那本册子 刚打开看了一眼 上面的内容 就让她立刻面红耳赤 她下意识地瞄了一眼 躺在床上的段号圈 想着以后要发生这样的事 便硬着头皮又翻了一页 看着册子上的那一幅幅画面 顿时令她心跳加速 口干舌糟 莫莫 你在看什么呢 这么认真 没 没什么 她生怕段号圈会看到那本册子 紧张的原地就把蜡烛给熄灭了 你把蜡烛熄灭干嘛 你看得见床吗 看得见 我睡觉经常这样的 莫莫 你没事吧 没事 我已经到床边了 你睡你的 夫君 你好暖呀 她纤细的小手 不知何时落在了段号圈 那轻薄性感的唇上 轻轻摩擦着她的唇板 榆木猛地吞了口口水 忍不住抬起脑袋 在她唇上清了一口 段号圈呼吸瞬间加重 她疯狂吻她 那热切的样子好似要将她吃干抹净 全吞腹中一样 恍惚间她像是被无尽的云朵团团包围 空间越来越窄 窄得呼吸都有些费劲 那窒息感越来越强烈 终于她忍不住英宁了一声 听见她细弱的声音 段号圈立刻就清醒了过来 夫君 你在找什么 哦 床上热 我还是睡地上吧 这么冷的天怎么会热呢 你赶紧睡吧 别着凉了 那你就该薄一点的被褥呗 地上这么凉 还是来床上睡吧 还是地上舒服 我已经习惯睡地上了 那我也和你一起睡地上 简直胡闹 你身体弱 怎么能睡地上呢 快回床上去 我不忙了 我就要和你一起睡 等你再再暖和 睦睦 听话 地上凉 女孩子都睡不得 更何况你身体还很弱 不能再受凉了 那你抱着我呀 这样就不会凉了 听话 好好在床上睡 再折腾下去 天都凉了 那你跟我一起在床上睡 我就不明白 这大冬天的 你热什么热 明明就是不想和我睡 给自己找借口 不由地想起 她答应徐太妃 两年内生娃的承诺 要是她一直这样下去 两年后 她拿什么给徐太妃交差 难道还真给她敲锣打鼓 取小切不成 她自己完全不觉得 她有多虚弱 她觉得 现在她就恢复得挺好的 她自己调理的身体 自己非常明白 可段浩轩 总是拿她身子弱来当借口 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夫君 你睡着了吗 没呢 怎么了 你想要孩子吗 你问这个做什么 因为 我想跟你生个孩子呀 母妃说过 只给我两年的时间 我怕万一两年后 我还没有生出孩子 母妃会不会逼着你取侧妃呀 万一 你和别的女人生了孩子 母凭子贵 人家光凭着孩子 就能牢牢拴着夫君和母妃的心 我怕 会威胁到我王妃之位 所以我想先 傻瓜 我是不会和别的女人生孩子的 嗯 那你为什么不和我生孩子 我身体已经没事了 你要相信我 我可是神医的弟子 段浩轩无奈 只得装睡 再聊下去 她就得去外面屋顶 吹两个时辰的冷风了 天知道她有多么的想要 可是刘太医的话 她得听 再怎么也要再憋个一年 等她身体完全养好再说 玉英 交给你的事可做好了 您放心 已经拿给三小姐了 你没交代她几句 以三小姐的聪明才智 我交代她也能懂 再说了 我也没成过亲 也不知道要怎么交代呀 那要不要趁现在还有人要 老身给你物色一个 老太太就不要拿我开涮了 现在的全都是些老头 还是算了 对不起对不起 你眼瞎呀 急什么急 撞上了本小姐 是说句对不起就完事了吗 你这人怎么这样 我家小姐不都已经给你道过歉了 你还骂人 云木 怎么 在齐王府过不下去了 竟然跑到这么个小商铺 来哪吃的 赵小姐 麻烦让一下 本王妃赶时间 把本小姐撞了 就想这样算了吗 那你想怎样 赵盈盈眼里划过一丝恶意 猛然的向云木一推 翠明连忙伸出手 但只抓住了云木的衣裙 云木的衣裙撕裂了 你 算了 小姐 她太过分了 你可一直畜生计较什么 被狗咬了一口 难道 你还要咬回去 你说谁是狗 谁接话 就是谁了 好你个云木 竟然说本小姐是狗 你倒是蛮有自知之明的 云木 别以为 你嫁进了秦王府就了不起了 别人不知 我还会不知 你就是个水心盐花的女人 要是秦王知道 你之前 一直都是陈王殿下的田狗 不知道 她会作何感想 怕是连秦王府的大门 都不让你进 别人或许会怕云木 但她姐姐可是皇贵妃 除了皇后 就属她姐的宫位最大 她才不会怕云木 继续废 本王妃听着呢 你 这个小贱人 真的是太讨厌了 平儿 我们走 怎么 谁换了本王妃的衣服 就想一走了之了 这几丁银子 够回你的裙子好吧 赵小姐 你别欺人太甚 我就欺负了 你能怎么的 只让你跟着一个没用的主子 看不惯 你打我呀 云木看了一眼地上的银子 不慌不忙地 拿起赵盈盈的流线裙摆 怎么 高贵的王妃 你看上了我这条裙子 这可是西域来的天蚕丝裙 云木 你这个小贱人 竟然撕裂我的衣裙 你知道我这衣服多贵吗 两位小姐 麻烦你们不要堵在门口 我还要做生意呢 听眼瞎嘛 卖了你这边店铺 都赔不起我这件衣服 一个破衣服 能值几个钱 就你们这些贱民的手 你敢碰我的衣服 我要告诉我姐姐黄贵妃 拆了你这家店铺 给 银子赔你衣服的 这些钱足够买你的衣服了 赶紧捡起来 被别人捡走了就不好了 快捡吧 云木 你等着 我现在就进宫 找我黄贵妃姐姐 你就等着受罚吧 等等 把地上的银子捡走 免得冤枉我没赔钱 我赵家是金城首富 岂会欺负你这件银两 我要的是一模一样的裙子 你赔得起吗 既然你要的是裙子 那就拿去吧 云木直接拉上他手 往地上一杵 姐啊 怎么捡个衣服 都能把手给整断了 赵小姐 你这手 也真是够脆弱呀 不愧为名门归秀 赵小姐家钱财多 家贷业大的 花点钱 找个神医好好瞧瞧 还是可以恢复的 不过 你赵小姐的家世 就算少了一只手又有何妨 还是能找个好夫婿的 我想以后 这金城的公子哥 看见赵小姐 定人都会多看你两眼 毕竟 谁都会同见一个残疾人的 这样想来 我还算是帮了你 赵盈盈嘴角动了动 刚想开口骂她 停 感谢的话就不必说了 云墨 你 你给我等着 赵小姐 你的宝贝流仙裙忘记带走了 你可以拿回去缝缝补补 还能再穿三年呢 这么贵的裙子 扔掉多可惜啊 你不心疼吗 小姐 我们还是赶紧买上糕点走吧 王爷还在等我们呢 老板 来点浓薰酥 还有绿豆糕 葵花糕一样来点吧 这位小姐 你不应该得罪那位赵家小姐 她说她姐姐是黄贵妃 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你要什么糕点 自己拿着 赶紧离开京城吧 我这小店 怕是开不下去了 我得赶紧收拾收拾东西 带着我夫人离开 不然等那赵家主找来 就走不了了 钱财都是身外之物 还是保密要紧 嘿 你这掌柜胆子 就这么丁点嘛 这就吓得落荒而逃 你也太没有骨气了吧 云掌柜 你放心吧 今日 即使因我而起 我会摆平这件事的 我保证 赵家不敢拿你怎么样 王妃 来 尝尝 凌峰吓得不知所措 抛来抛去 糕点差点掉在地上 黎世伟 糕点烫手啊 没有没有 凌峰 吃啊 凌峰哪里是烫手 他是不敢吃 就他家王爷那个醋坛子 如果知道了他吃了王妃送的糕点 怕是会罚他一个周不得吃饭 比沐妍懒得理他 直接进门找段浩轩去了 他刚一进门 就见段浩轩坐在床榻上 正在拿着一本画册看 他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完了 不过是想到那门小册子吧 慌里慌张地去翻看他的小册子 床边一掀开 他的小册子就录了出来 还好 还好 这是什么 别看他 还我 快把他还给我 你这么紧张 该不会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吧 当着他的面 将那本小画册给翻开 段浩轩运气也是没谁了 一翻就翻到最精彩的画面 瞬间面色一灵 手也僵硬在半空 整个人犹如石画一般僵硬在那里 一动不动 云木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捂住脸转身就往被子里钻 用被子紧紧地捂住头 突然被子腾空而起 一道猛力将他给拽了起来 这就是你昨晚藏的宝藏 我要是知道是这个 我肯定不会要 夫君 你把它还给我吧 羞死人了 你要回去做什么 我 我当然是拿来学习的 这一句话 就把段浩轩听得浪了神 夫君 我给你买了糕点 就在前面的桌子上 要不 我给你拿来 这种事情 一个人学习没什么效果 既然娘子想学 我陪你可好 遇到那里不懂的 我还可以教你 不用不用 还是先吃早点吧 我跟你说 你绝对没吃过这家糕点 是我从小到大觉得最好吃的一家 你尝尝 嗯 可比宫里做的好吃多了 哼 像你这种一天忙于正式的人 是吃不到的 还好你娶了我这个勤快的娘子 要不然你可能一辈子都吃不到这个味道的点心 是是 木木是天下最好的女人了 夫君 我去祖母那边看看她老人家 检查一下身体 我们再回府 可以吗 你去吧 我就在这里等你 木木啊 昨晚睡得好吗 谢谢祖母关心 木木睡得很好 昨晚 鱼姑送你的小册子 你看了吗 祖母说的什么册子 木木没见过 见老太太又要开口 祖母 您到床上躺着 孙女给您扎几针银针 明晚上会睡得好一点 你才拜师几天哦 就能给祖母治病了 祖母知道我拜师了 我也是昨天才听你爹爹说起 他说皇上问他 你什么时候拜陆神医为师的 你爹啊 费了好一番的解释 再加上萧淑妃作证 皇上才相信你刚拜师 不然啊 早就给你安了个欺君之罪 那祖母可还敢让木木给您扎几针 哼 有什么不敢的 没想到老了老了 还能有这作用 能帮到你 练练手提高一下医术 祖母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你不用怕 大胆的在祖母身上练 段浩轩无意中发现了云木撕裂的裙摆 怎么回事 衣服怎么破了 云木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把跟赵盈盈在高典铺发生过的事情 简单描述了一遍 夫君 你不会怪我给王府惹麻烦吧 我当然不会怪你 只有你这样的性格 才配得上做秦王府的王妃 好 承蒙夫君你的夸赞 本王妃决定回王府 心思下厨 给你做一桌美食 我还要去一趟金营 恐怕今日无福了 王爷到家了 下了马车后 眼睁睁地看着段浩轩飞身上马 直接就要侧马而去 夫君 怎么了 君营要几时用删 五十 说完侧马而去 我知道了 王妃 你问君营午膳时间做什么 你猜 云木把做好的饭菜装保温食盒 也不吩咐下人给他牵马 自己直接去马棚里挑选了一匹 看起来较为强壮的 哼 哪来的傻子 挑来挑去 竟然挑选中 这千里最差劲的灰胖堆 谁 谁在那里 快出来 躲在暗住骂人 算什么好汉 你马爷我在这里呢 这胖子不仅傻 眼还瞎 这么高大俊朗的我就在眼前 竟然看不见 卷影 没想到没想到 我夫君还有这种宝马 我还以为 乌锥就是我夫君唯一的坐骑呢 哼 那只傻乌 速度能有我快 亲 我瞅着 人家乌锥就挺快的 就你这种自大的家伙 想说让人家估计难了 哎 你会说话 那刚才是你在骂我 你 你 你能听得见我说话 我能听得懂你说话 有什么奇怪的 你会说话 那才叫奇葩 哎 黑溜子 既然你我有缘 今天本王妃就选你了 哎 你这胖女人 说谁是黑溜子呢 我叫顺丰 顺丰 好好好 顺丰 顺丰 麻烦你个事呗 顺丰没理他 给了他一个白眼 哼 他竟然被一匹马无视了 哼 还说人家乌锥速度慢 我看 你是怕了人家乌锥 才躲在窝里不敢出来 顺丰看云木竟然瞧不起他 立刻就暴躁地跳出马舅 要去哪 上来让你看看我真正的速度 事先说好 摔下来我可不负责 哼哼 胖女人 自己做好了 马爷我准备起飞了 我哪点胖了 再乱叫 小心等王妃扎你 话音刚落 突然如同一阵风刮过 身体往后一仰 差点摔了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